列車緩緩使出 從德國首都柏林出發 鮮紅色的火車頭拉著八截車廂 裡頭裝了滿滿的食物和民生用品 好幾噸的物資將經歷四天旅程 行經一千多公里 遞送給需要的烏克蘭民眾 工作人員將民眾捐贈的物資 裝箱打包 一箱箱裝到貨櫃中 冷戰期間西方國家曾組織空中橋樑 空投物資給蘇聯封鎖下的柏林 如今德國鐵路公司和波蘭 和烏克蘭鐵路公司合作 花費短短四天時間組織出鐵路橋樑 要將人道援助物資及時送往烏克蘭 一旦是一個重要的標誌 有信心和希望讓人們不獨自 醫療物品 食物 飲品等物資 很快就塞滿列車車廂 每箱物資都是在告訴烏克蘭人 大家不會氣他們於不顧 如今每天晚上都會有一班列車 從柏林出發 開到波蘭再郊遊當地駕駛 接手運送到烏克蘭 列車抵達烏克蘭後 會交給烏國國家鐵路公司接手運行 烏克蘭國鐵員工必須在戰火中穿梭國內 運送物資並協助難民出逃 戰火摧殘下鐵路儼然成了烏克蘭的命脈 環宇新聞的宇宙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